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宜沛 趕快來邀請到我們今天兩位來賓 是演藝圈的銀色夫妻檔 來 歡迎我們的剪哥 因為益君姐 新年快樂… 好 當然呢 我們今天要做料理嘛 所以營養的部分 就交給我的好朋友營養師 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是初四嘛 初四我想要問一下剪哥 因為通常 您應該是家裡的那個 一家之主嘛 所以你應該知道 初四要做什麼 初四要迎神 要迎神 對 迎神 那初四呢 迎造神啊 所以呢 初四要準備三生 水果 這個韭菜 是 然後這個 迎接神明回來 凡間 對 因為我們過年的時候 各路財神 對… 各路的神明 其實天上的這個神 諸神 都是在初四這一天 就要通通就位 對 都要回到原來的職位上面 對 意思就是說 我們其實我們在放 農曆年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放神明一個假 對… 出四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接回來 要把它請回來 通常出四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去稍微開工一下 對 所有的公司行 各行各業 也都在出四的時候呢 都要拜 都要這個叫做迎神 對 迎神 就是所謂的開工啦 對 開工不是 開工就是說 沒有 一般都是出四就要準備 像我們這個行業 也就是出四就已經開工 真的啊 對 那大家都準備呢 把這個三生 水果 韭菜 準備好以後 就在那邊有準備銀紙 向大家來這個迎神嘛 是 那沒有請妳來的 那妳就要準備 這一來年 妳可能就準備要走路了 真的假的 所以出四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開工日啊 對 因為如果老闆 開完工以後繼續放 放到年初九 真的 對 但是這一天 如果老闆沒有點到起來 那妳應該就要小心了 真的… 應該就是來年就不要 再見到妳了 因為希望大家今年在出四的時候 都有被老闆請去 不過很開心的就是說 一鈞姐在我們今年 金基年要發片 而且要開演唱會對不對 恭喜… 謝謝 什麼時候 在6月3號 6月4號 那因為兩年前也在同樣的 是6月的時候開演唱會 對 所以兩年做一次 那今年又在同樣一個地方 是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希望大家來自行 PSCC很大耶 對啊 所以要 就一場演唱會嗎 兩場 兩場 希望大家6月3號 6月4號同個場 然後新專輯也同時發行 對 新專輯也在那個時候 就是會同步的宣傳 那最近應該就是如火如荼在錄製吧 還在收歌 過完年開始 已經收好了 了解 恭喜… 希望那個唱片大賣 然後演唱會一掃而空 謝謝 好 聽說啦 我聽到小道消息傳來是說 以前你很排斥去益君姐家過 有嗎 排斥 排斥倒不會啊 是不是因為說他們家的 比較有點金口 金口 為什麼 因為他們家人太多了 對 他們家親戚 他們是屬於一個大家族 因為兄弟姐妹 他媽媽的兄弟姐妹就有6個 然後呢 他們有一個習俗啊 大家就是每個人都很會喝 那很好啊 對啊 過年喝點小酒很好啊 對啊 那有時候這個 中午聚餐啊 那我第一次去 我會覺得 好棒啊 大家很開心啊 然後我就喝 我是不太會喝酒 喝兩杯以後我就臉紅脖子出 你不太會喝酒 我不太會喝 你看起來酒量很好 真的嗎 那我丈母娘她們就厲害了 對 她們是從中午開始 好嗨喔 我應該好想去參加這種 那我就喝到宵夜 對 就過年一定要大喝特喝啊 從中午我也是覺得很開心啊 可是每天喔 到時候除夕喝到 大概初六喔 她是真的很厲害 中午吃完了 我是不是講 我會有點酒意喔 我就在那邊坐在沙發打著 然後到15點的時候 怎麼還在喝啊 還沒結束啊 好誇張喔 然後那我就一看表 5點了 那就接下來晚餐怎麼辦 對 沒有 中間沒有停的 是 到了6點的時候 看你只要是誰肚子餓了 裡面就那個桌子上的菜 像流水的 對 一直上來 一直上 丈母娘就這麼厲害 這邊招呼啊 邊吃邊喝啊 然後你看菜少了一樣 進去 因為過年都準備了很多 對 進去裡面稍微切一切 又一盤出來 好厲害喔 真的很強 以前的媽媽真的好厲害 對 然後我說那吃完 那到了晚上6點怎麼 水餃端出來了 然後大家又開始吃 然後我想這一下子夠了吧 對 從中午吃到晚餐夠了吧 水餃下去已經是倒到水 10點他們還沒散啊 蛤 那還不稀稀 到11點的時候吃宵夜了 宵夜吃什麼呢 繼續啊 鍋來了 這個那個火鍋又上來了 我不會只參加喝酒 通常就好 不要給我食物 一直喝到凌晨差不多4 5點 天啊 可是第二天中午大家又集合 又繼續喝 繼續啊 就是每天這樣要 最少要到初幾 最少要到初六吧 初五 初六 所以你為什麼還可以這麼瘦呢 在這樣的家庭之下成長 對啊 我是吃得很少 我選擇性的吃 我不會吃那麼多 可是呢 一般來講 就是沒有 沒有經歷過我們這種家族聚會 就覺得我們家很恐怖 可是我覺得很幸福耶 覺得我們家是一個很恐怖的家族 那個益君姐媽媽很會做菜嘛 很會做菜 那你自己喜歡做嗎 我其實 因為我媽媽很會做 所以 而且我從小就一直在工作 所以我都沒有進廚房的經驗 還有一個我媽媽 我媽媽她就覺得說 不需要教我做飯 她覺得她做就好 所以我從小大概到 我生小孩之前 我都不會做飯 我連煎蛋都不知道 我記得我有一次要表現 我很賢慧 對… 我就問簡哥 我想說煎個蛋給他吃 然後我就站在廚房 把瓦斯爐打開 你不要蛋 你覺得 好誇張喔 所以人家就說為母隔牆 以前在那種小姐的時候 你不會OK正常 不會有人關你啊 我就覺得我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就吃泡麵就好 我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我才不想煮 吃外麵 因為我頭髮不會有油煙味 就是出去就好了嘛 幹嘛煮啊 我覺得好麻煩 對 後來就希望說 小孩能夠吃得很健康 健健康 對 然後就開始學做料理 其實我一開始做的真的很難吃 自己都說難吃 你老公買單嗎 我以為很好吃 你說做些什麼一開始 就是說炒青菜啦 炒青菜很難做難吃吧 青菜丟進去 炒青菜很容易難吃 你鹽放太多就很難吃 還有啊 你如果炒過熟 太老啊 或者有的時候不熟啊 青菜怎麼會炒不熟呢 因為你沒有辦法掌握得紅 你看好像覺得OK 結果可能差一點點 對 然後其實我很感謝檢哥跟我女兒 他們都很忍耐我 然後也不講喔 一直到有一次我去 幼稚園一次我女兒下課 對 我女兒的老師才跟我講說 他說 Chanel媽媽 那個妳女兒今天有跟我講一件事情 她叫我不要跟妳講 可是我覺得我還是要告訴妳 是... 她說我們今天在吃飯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說 老師 我跟妳講一個祕密喔 我媽媽做的東西好難吃喔 我知道 我才知道我做的東西這麼難吃 妳女兒很貼心耶 對 而且我女兒 從來都沒有跟我講過 我做的東西這麼難吃 那妳為什麼自己做的東西 自己也不先試吃咧 因為我覺得我做的應該 我認為很好吃 妳做完之後就直接端上桌 家人吃 然後妳自己沒在吃 我有吃 可是我不覺得很難吃 想想說 反正吃到肚子裡面去 到最後都中和的嘛 那也其實味道只不過是在這個嘴巴而已 我覺得好感人 忘掉這個味道 我們真的要給簡哥鼓勵 真的是好酷 真的 對 好老公耶 可是我覺得是我 煮飯是一個技術 就是一樣是熟能升級 當然今天呢 簡哥跟益君姐來 要來幫我們PK一下 那我們今天因為是年初四嘛 那年初四很多 我們為了要迎接神 所以我們當然有準備一些三聲 要來供奉神明 但是妳知道這些三聲 但是又是雞 又是魚 又是肉 現在又是大家小家庭居多 妳吃得完嗎 接下來妳要把這些東西 要怎麼去處理 要怎麼食材 要怎麼保存呢 來 依依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三種東西 如果是一般豬肉的話 通常油脂會比較高 在過年期間其實 現在大家都大於大了 尤其妳剛剛提到 家裡都是那種流水溪對不對 對 最缺乏其實還是蔬菜 所以如果你常常吃很多紅肉的話 其實我們建議在過年的時候 我準備一道比如說是熱的那種 類似像蔬菜虎鍋 那裡面就是可能這一鍋都是蔬菜 那其他大魚大肉就沒有關係 至少你記得補充蔬菜 然後另外呢 為什麼拜拜的時候 你會發現拜拜的魚 都是整條而且是油炸過的 對 因為它其實油炸過之後 它拜拜它可以放比較久一點 對 比較不容易在海鮮的過程裡面 整個腐敗掉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雞肉 雞肉幾乎都是全雞 平常幾乎家庭很少吃到全雞 只有在拜拜的時候會知道 但是這些東西三生的部分呢 如果在過年很多人家庭裡面 他都會把它整個就是 可能拜完就塞到冰箱 塞到冰箱 但事實上這些東西還是會不拜 所以提醒他們就是說 如果說你有這些東西的話 我們建議就是拜完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小包裝 用小包裝處理 然後把它放在冷藏 或者放在冷凍 看你之後你想 你可以先想一下 通常家庭主婦有這個優點 我想你應該也會 就是常常在做菜就知道說 我大概這幾天要做什麼菜 然後如果比較沒有做的 可能豬肉 我們就先動起來 我家有一隻狗 所以家裡養狗也是很好 也不錯 也不錯 一群姐說 我家有一隻狗 我都想說 這個千萬不要放眼 等一下要給狗狗分享 可以幫忙消化對不對 消化一些食物很東西 對 只有肉 那一般如果海鮮類的 或是魚的部分 通常我們建議放冷藏 大概都是兩天左右 其實我們就要把它處理掉 對 那如果是像一般豬肉 雞肉 其實它也是有保存期限的 不是說它永遠放在那邊 都不會壞掉 如果我們放在冷凍 其實我們在安全範圍內 其實以一個禮拜到最多到 真的一個禮拜 其實它是最新鮮的範圍 我以為只要放 沒有...就是說 如果你還會買來的時候 其實不是凍在冷凍庫 有的人會把冷凍庫當成 就是萬年萬年的冷凍庫 萬年冷凍庫 不是都這樣子嗎 我媽都這樣子 對啊 妳媽都把那什麼半年前 半年前別人送給她的土雞 她說放一年都有 對 我昨天還找到一年前的海參 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上次回家的時候 我媽還拿出那個 什麼去年的年糕 還說我先年糕給妳吃 她說那個年糕放冷凍都不會壞 對 我都覺得太瞎了 真的假的嗎 對... 尤其是像過年有時候 會包水餃 對 她覺得反正我水餃放在冷凍 對啊 但事實上 妳自己包了水餃 妳看外面那種冷凍水餃 她都有保存期限 妳自己包了水餃 怎麼可能沒有保存期限 所以就是妳放在冷凍庫裡面 她現在買好多水餃 放在冷凍庫裡 對 妳們要放多久 半年喔 因為她買很多很多 她一買都買幾百顆這樣子 真的假的 因為她很愛吃水餃 OK 好 所以過年其實三生的部分 其實我建議是保存的條件要好 還有就是要復熱 比如說現在我們今天要做這些 把它剩下 把它做成其他的料理 那每一次料理 它剩下之後呢 妳如果放到冷藏或是冷凍 之後出來要再加熱再吃 其實要煮到熟之後才能夠再吃 對 就是妳要煮到沸騰 要不然其實它容易拉肚子 要煮到熟之後才能夠再吃 對 就是妳要煮到沸騰 要不然其實它容易拉肚子 對 不能以為說它已經 原本就已經熟了 那妳就不用再加到全熱就對了 對 但是以理剛提供的是說 如果你真的吃不下 然後你要保存的方法 但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們就趕快把它吃完吧 對不對 所以今天簡哥跟益君姐 就是要利用我們這個三生 就魚肉還有雞的部分 要來教大家怎麼做出 重點是 不是只有這樣赤裸裸放在那邊 是有變化的 我們來看看 簡哥要端出什麼料理呢 肉絲雪人 我剛剛寫著肉絲雪人 肉絲雪人便當 現在很流行 就是引誘小孩子吃 對 他不喜歡吃東西對不對 那妳如果有一些圖案 有些變化 對 他是覺得很好吃 我剛剛以為你們兩個拿錯板子 因為我總覺得簡哥的臉 配上這個肉絲雪人便當 感覺會不會有點太可愛啦 不會啊 你知道像我們家 他就有很多這種做形狀的那個 模具 小時候我也是為了讓我女兒吃飯 就是弄很多模具這樣 我等一下一定要留下歷史的畫面 就是等一下簡哥做好這個 肉絲雪人便當 請他拿這樣 就這樣 很可愛 好 那這個益君姐 這邊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片豆腐塔 我可能不會做到這麼高 但是就是說 因為就像這個老師講的一樣 就是我們過年會 會有很多這個魚 可能都吃不完 是 那妳怎麼樣把魚就是再度的 大便繩 對 大便繩 可能就是用一點紅燒 用一點醬料 然後再搭上豆腐 然後再加上一些這個醬汁 然後才讓它變成另外一道料 你可以想像 因為魚搭豆腐 如果假設是清蒸上面 再有一點薑汁 然後有一點點蔥的話 好像是那種我們在五星級飯店 會吃到的東西 對 這樣就不會讓我們覺得 過年那麼無聊 就不會感覺是那個 昨天煎過的那條魚 就不會覺得 那是那條油膩膩的魚 我們完全不想吃 妳講的是清蒸人魚 對… 那個不能煎 那個不能煎 煎過的魚的話 大概只能往紅燒這樣 了解… 接下來簡哥跟益君姐 趕快來進行我們今天的 明星新春料理PK賽 好 首先益君姐要來幫我們示範 怎麼樣做這個魚片豆腐塔 好 那我們現在現場呢 就有一個 通常我們三生會準備的魚 就是一條完整的魚 對 這個是 這個是蒸過的石斑 但還有一些破破劑啊 香菇啊 薑絲 那如果實在吃不完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像這樣子做料的 我覺得也可以等一下像我 這個調了sauce之後的 然後來紅燒 了解 也是不錯 好 但是我們今天要示範的是說 用魚 如果說你們家這個三生的魚 你覺得難處理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鯛魚片 鯛魚片是最好處理 比較清爽一些 因為沒有刺 對 然後它都幫你處理好 對 像我這種懶惰鬼 對 然後小朋友 今天我要做的就是 很多小孩都會想吃 因為它屬於比較色香味俱全的 沒錯 那種魚片 是 好 用的是什麼材料呢 魚片250克 雞蛋豆腐一盒 紅蘿蔔1顆 蔥3隻 蒜10克 薑10克 米酒1小匙 醬油1大匙 然後蠔油1大匙 跟糖2小匙 我們先這個魚片 先切 對 這個是鯛魚片 但是不要切得太小 因為魚等一下蒸的時候 它會收縮 對 就是 對 所以不要切得太小 我滿想像一個從 不知道煎蛋 是要先放油還是先放蛋 到現在它會斜起 對 然後你知道說 魚肉不能切太小片會收縮 對 因為切太小片 等一下你去蒸的時候 它很容易散掉 對 它整個 而且鯛魚片的那個魚肉 會有點散散的 對 魚片我們這個切好之後 建議大家可以用一點點米酒 稍微醃一下下 因為畢竟那個鯛魚 會有一種土土的味道 對 然後這個酒呢 可以醃一下 讓它去腥 像我都會 除了酒之外 我會放一點薑片 對 薑片也很好 就是這個薑片跟魚片 就是混在一起 待會這個薑片 我們還可以再利用這樣子 就是薑跟米酒 都是去它的腥味 對 我覺得這樣子 然後就是 比較等一下感覺起來 這個 因為這是淡水魚嘛 不會那麼腥 是 對 那再來就是紅蘿蔔 紅蘿蔔 紅蘿蔔建議大家先蒸好 先蒸好 因為紅蘿蔔它 如果說你不先蒸好的話 它太硬了 對 然後呢 我們把它切成薄塊 這個紅蘿蔔等一下是拿來調色的 對 我會把它切成那種 猩猩的形狀 紅蘿蔔蠻漂亮的 你知道我家有那種 對 有那種模具有沒有 我們旁邊切一下 對 剛剛怡里有說對 他說那個紅蘿蔔 感覺像沾沾吧 有沒有 這樣沾沾肉 大概紅蘿蔔 因為它是這樣疊疊疊疊疊疊的 紅蘿蔔大概我們切這樣的尺寸 對 然後呢 待會呢 再來就是這個 豆腐 這個豆腐呢 我們盡量切得可以跟紅蘿蔔 一樣的 一樣的size 對 然後厚度也差不多 這樣口感不會差太多 聽說你都不讓菫哥進廚房 對啊 我好 我憑良心講 我覺得我有一點點那個 傳統守舊的心態 就覺得男人不要進廚房 對 但是其實真正做菜好吃的廚師 大部分都是男生 是啊 大肚都是男生 對 這個豆腐有一點長 是 麻切跟那個紅蘿蔔一樣的大小 對 這個不要丟了 等一下還可以拿來做 當然 不要浪費食材 對 不要浪費食材 那菫哥你喜歡做料理的話 你現在不能進廚房 被規定不行 盡量不要 就是我在的時候它不要進來 我已經退化了 退化了 因為都不做嘛 所以我現在都已經快退化掉了 千萬別那麼客氣 好 現在益君姐在弄這個疊的動作了 因為其實豆腐本來就可以生吃 當然 而且你剛剛蘿蔔又蒸熟了 對 又是蒸熟的 所以待會呢 我們等一下中間是魚片 我們蒸好魚片之後 我們待會可以再把這個豆腐疊上去 了解 那豆腐大概就是切 對 非常簡單 做起來很漂亮 對 做起來很美 對 好 接下來現在我們備好料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這個先 蒸魚片 了解 蒸魚片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可以用我們家裡的電鍋 電鍋 就可以蒸魚片了 對 所以現在我們就可以把薑拿起來 這個薑等一下要拿來炒的 是的 對 是薑先醃過之後呢 就是把薑拿起來 對 稍微在這個平衡 然後就開始蒸 好 那接下來的步驟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我們等一下要 這個炒的這些料呢 稍微切一下 譬如說薑我們把它切成薑絲 然後蒜呢 很會切了耶 厲害 然後蒜就是 對 真的很厲害 蒜就是把它切成這個蒜末啦 因為它切了就知道它是有在做菜的 對 這真的完全可以看得出來 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知道我以前切大蒜都是用拍的 我曾經把我家的菜刀拍斷 你們家大蒜應該不是土雞的 那種類型吧 我不知道 我家大蒜怎麼就是這樣子 一拍整個刀餅就飛掉 太誇張了 對 所以 簡哥我叫你不要來廚房是對的 你知道嗎 很容易有生命的危險 對 因為飛都飛到你身上去 對啊 我是為了你的安全著想 有時候是故意從我這邊拍 對 沒有 你感情好對不對 所以它才叫你不要廚房 我是為了你的生命著想 真的 叫你千萬不要隨便亂跑進來 真的 OK 把大蒜 大概稍微切一下 把些辛香料切了 對 那再來就是把這個蔥也切一下 然後呢 我們就來備這個 等一下我們需要的料 像我是屬於動作很慢的人 對 我就會把所有的料 先放在一個碗裡面 我們先放 大概兩大匙到三大匙的水 如果你不想吃那麼鹹 就多一點點 像我通常都放三匙 因為我不想那麼鹹 那這個是醬油 醬油我們可以放一大匙 好的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鹽嘛 然後呢再來就是蠔油 蠔油我們也放一大匙 好的 所以你今天是用醬油跟蠔油來取代鹽 那蠔油有點甜甜的感覺 對 然後呢再來就是這個麻油是最後 對 再來呢就是我們用小的湯匙 對 一點點的鹽 糖 糖嗎 就是糖 對 糖呢待會兒我們這個 就是紅燒出來的顏色會比較 比較 比較好看 對 然後呢 味道也比較新鮮 其實很多人都說糖可以取代味精 它會有提供甜味來 對跟醬油這樣加起來 然後再一點米酒 好的 再一匙的米酒 這樣子 這樣就差不多 這就是我們的sauce對不對 是 是我們的sauce 其實很簡單耶 如果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小配糖 的sauce對不對 是我們的sauce 其實很簡單耶 如果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小配糖 好 因為其實我以前常常蒸魚的時候 我都會來不及這個速度 對 然後有一天我就逛超市就發現 你知道嗎 現在有蒸魚醬油 我知道 但是你知道每個人喜歡的口味不一樣 對 後來我其實買回去我覺得 還不錯對不對 它味道不會太重對不對 對 它就是你沒有再調味 對 不需要再調味 麻煩了 好 我們就先準備好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sauce 然後就準備 一邊蒸魚 然後另外一邊就準備把鍋子熱了 然後就把這些醬料都下去爆香 是說醬料先下去爆香 下去爆香 對 就是連蔥跟薑 對 一起先加一點點油 因為怕鍋子會沾鍋 一點點油之後把醬料放下去炒 就微那個醬的意思 對 然後就是把蔥 薑放到這個醬料裡面 一塊來炒 炒它熱了之後 要起鍋的時候加兩滴麻油 就會很香 很香耶 對 這樣子 好 好 那這個時候我可以問你專輯了嗎 是 可以啊 我是想要問一下說那個專輯 因為大家都很期待嘛 謝謝 那你說兩年前其實開了演唱會 這次又要開演唱會 那專輯籌備這麼久的時間 走什麼風格 我覺得大家會喜歡聽的歌 當然還是情歌 可是情歌因為我覺得 以我來講 你如果再唱一些什麼失戀的歌 那也滿奇怪 對 所以我大部分都會以第三人稱去 詮釋 去詮釋 對 或者是有一點這種 這種 這個有一點點分享那種心情 或分享心得的 這樣子的一個歌詞 來去做一些 但是歌曲裡面 專輯裡面 還是有幾首飆嗓的歌吧 有啊 當然就是一定 一定要飆嗓的啊 很想聽你飆嗓耶 因為還沒錄耶 還沒錄 沒有 因為收歌已經收 所以你應該已經有聽到DEMO 還沒有啊 還沒打好Cup 真的假的 好...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6月份 但是節目播出的時候 我們已經弄好了 OK 好 我們剛剛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魚也蒸好了 魚片呢 我們也盡量就是配合我們 現有的這個角度 對 尺寸 把它放上來 對 我是比較高剛 好 然後再放上來 過在這個過程 了解 很重要的是衛生很重要 一定要戴手套 對 然後呢這個就是切一點蔥絲 對 蔥絲 對 厲害喔 好像是這樣子喔 對... 然後你切了蔥絲之後 就是它切得很薄的時候 它就會捲起來 對 你稍微泡 其實如果你擔心它不會捲 泡一下冷水 對耶 沛儀好厲害喔 我叫妳 沒關係 很多人平常 就跟你講煮飯不要講話 對... 不要亂叫名字好不好 對... 煮飯的時候我連我老公名字都搞出來 好 真的耶 你看 稍微抓一下你看它就會那個 捲起來 對... 就是稍微放上來這樣子 其實超簡單的啊 其實真的超簡單 而且又清爽 超美的耶 你看 如果我們把紅蘿蔔跟豆腐 變成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每一個小朋友都會想吃 是啊... 像如果是小孩他不敢吃蔥的話 可以建議大家 我覺得可以放毛豆 毛豆好像也不錯 只要是一個綠色 對 就是讓它顏色很繽紛 對就可以 像我以前還放過花椰菜 花椰菜搭嗎 花椰菜上面那個碎碎的綠色 然後把它切上 然後這樣撒在上面 小朋友通常比較不會排斥花椰菜 應該都喜歡 對 但蔥的話有的小朋友會不喜歡 好 就是這樣 很棒耶 色香味俱全的料理很想吃 以理幫我們分析一下營養成分 那我們今天這一道菜裡面啊 我們有用所謂的魚肉 那魚肉是屬於動物性的蛋白質 那還有我們的那個所謂豆腐 那豆腐通常是偏植物性的蛋白質 但是因為今天它用的是雞蛋豆腐 雞蛋豆腐 雞蛋豆腐我們稱為它其實是雞蛋 它是雞蛋為基底子 真的嗎 對 像豆腐 所以你可以用雞蛋這個雞蛋豆腐 它顏色是比較漂亮的 是 那如果你要用一般的嫩豆腐也可以 那嫩豆腐的話 它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植物性的蛋白質 所以這道菜其實 同時具備了兩種蛋白質 所以對小朋友來講 確實是一道很好的 就是你在給它 譬如說你讓它下課回家之後 可以提供它很多營養 那魚的部分 因為本來小朋友在成長發育的時候 其實是很需要的 解決很重要 而且小朋友如果從小吃魚的話 其實是會很聰明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道菜很好 那紅蘿蔔其實它把它 放在魚裡面 它那個魚的甜味 會讓紅蘿蔔更甜 真的 對 所以其實很期待吃這一道菜 我也很想吃 這小姐太太都很適合 好 謝謝益君姐 謝謝 那接下來呢 就換剪場哥要登場了 來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 剪哥要幫我們示範 怎麼做 對 過年呢 大家這個拜拜呢 一定都會有這個白煮肉 對 白煮肉 就三斬 對 那有很多吃法 那這塊肉呢 煮好以後 拜完以後呢 也可以做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白斬肉的吃法 切片 然後蘸醬油 也很好吃 炒菜那更少不了它 可以拿來炒 對 我們今天就用這個 這個白斬肉呢 來把它切絲以後呢 來炒一道 這個 本來是應該用蒜苔了 對 因為過年這個 印度的這個菜 很難買啊 對 是蒜苔 那今年呢好像特別慢 天氣候的關係 是 那我們用這個韭菜花來再 了解 好 我們來看一看 肉絲雪人便當 我們剛剛要準備的是 豬肉150克 韭菜花150克 白飯一碗 紅蘿蔔一片 小番茄一顆 海苔少許 蒜頭兩拌 高湯兩大匙 太白粉鹽 胡椒粉 醬油 蠔油 糖跟米酒 那我們今天呢 就用這個肉絲 來給大家做示範 好 那這個肉絲呢 切成絲以後呢 那這種辦法呢 看哥哥媽媽啦 那每個人的口味可能 不太一樣 那那拌肉絲呢 這基本的方法就是 就是放點酒 是 然後醬油啊 然後有些人就喜歡 放一些這個胡椒粉 胡椒粉 抓醃一下 對 那我們這個 先放兩條這個 太白粉 太白粉會讓肉變嫩 對 口感會比較好 對 變得很嫩 對 然後抓一抓 是 會變得很嫩 然後呢放點醬油下去 然後呢這個 你要什麼 鹽巴 好 對 這鹽巴是鹽巴 沒錯 一點點的鹽巴 對 反正因為在後面 後續你在炒的時候 你還是會放 是 調味的嘛 然後酒 好的 來 酒在這裡 這個廠商被趕出廚房 太久沒有下廚對不對 會有點退化的感 可是我覺得 不會 對 我看檢哥在抓醃的那個 還是滿有板肥 對不對 是 這是黑胡椒吧 對 那個是黑胡椒 是白胡椒 你要黑胡椒也白胡椒 黑胡椒比較香 好 OK 好的 這個呢 大蒜還是要放 你來展現一下切工 檢哥你什麼星座來的 我啊 我會切 他會切 還滑掉 我不要跟他講話 好 是啦 你什麼星座來的 我是雙魚啊 雙魚座 三月份的 奇怪 真的 在邊做東西的時候 無法回答問題 不要多講 不然我們現在來快問快答 好不好 快問快答 我是雙魚座 雙魚座的 什麼寫型 我是B型 B型的 B型的人很有創意 是嗎 對 做事情很有效率啊 A型的人如果雙魚座 A型就會想太多 是喔 那你現在大概多久 進一次廚房 我 我現在都已經被 被趕出廚房 真的 那你平常還是要去 進廚房 冰箱裡拿東西吧 對 我就是趁我老婆 去大陸的時候 去跟 那如果一年也會 所以他還喜歡我出國 我只要出國 因為他廚房就是他的天下 對 他就可以愛怎麼弄 就怎麼弄 其實我以前 真的很喜歡下廚 是啊 對 我真的以前很喜歡下廚 可是他不整理 真的嗎 他是屬於就是 炒完了 Bye Bye 就走了 然後你知道就是那種 背盤狼籍的場面 你要在後面幫他收 那我覺得說 如果你要使用廚房 你是不是可以 從頭到頭 我只適合做大廚的工作 什麼大廚 就是你們家應該要請 二廚三廚來 二廚三廚 對 大廚也是只有不折草 你有看到大廚在洗東西的嗎 沒有吧 對 他就是自認為他是大廚 大廚的命 這等一下裝 裝飾要用 了解 紅蘿蔔 好 你看他多會轉移注意力 這個 馬上進 馬上講別的事 這很嫩 你看到沒有 對 這樣子一試就知道 沒有真的耶 馬上講別的事 這很嫩 你看到沒有 對 這樣子一試就知道 沒有真的耶 這個假如說 拉不下來就表示很難 老掉了 所以我們是去菜市場先拉拉看 對 一般老的話 你就會用下刀的時候 就把前段先把它去掉 先去掉 那現在這個新鮮的 新鮮的 現在中西 我們就把它切成一段一段 是 有些小孩子 是不太喜歡吃這個東西 手菜 對 那但是其實這種東西 對身體都不錯的 對 那我覺得你可以用一些 所以現在很多媽媽呢 都煞費苦心 她會用一些圖案 做一些圖案 是 然後呢 比如說這個白飯 她也會擺盤 就是為了想要讓小朋友 多吃一點嗎 對 那小孩子看起來 就因為被妳那個圖案吸引 他就去吃 對 然後吃了以後她也覺得 不是這樣 沒有 她也不夠如此 我曾經 因為我女兒不喜歡吃青椒 對 我曾經看過一個卡通影片 就是有一個女孩 她把青椒變成很好吃的料理 所以我就學那個卡通影片 去一模一樣做了那個料理 她就是把青椒打成雞 對 然後 好可怕喔 不想要喝 然後跟飯 然後青椒汁就跟白飯 混在一起 然後再用模具 把它做成是模型 然後旁邊再擺了很多擺盤 結果那個男生就吃得好高興 後來我就把乳法泡漬 給我女兒吃 我女兒說 難吃 對啊 一定很難吃 但那個光想就覺得難吃 青椒汁液的味道 青椒汁液又把它 讓它擴散變成這樣 對 然後又把它弄成跟飯一起 我還是看卡通影片 我就會說 你知道嗎 對 就是這樣子 青椒已經公認為 全世界小朋友最不喜歡 最不喜歡小朋友 台航榜應該可以名列前菜 日本人還為此 畫了一個青椒超人的卡通 一個青椒還有一個茄子 對 青椒超人的卡通 結果青椒超人卡通 那個熱播 沒想到青椒還是沒人要吃 還是沒人要吃 對啊 其實那三色椒是最好的 對身體最棒 紅的 黃的 還有綠的 我跟小朋友講最美麗 真的 那這個菜呢 等一下我們就把它炒出來 是 炒這個對媽媽來講太簡單了 對 肉絲下去 然後把這個 蒜頭 蒜頭調味 然後把這個放進去 是 然後一炒 炒完了以後呢 蒜頭是不是要先爆香 對 蒜頭先爆香完了之後 其實也可以啦 你先炒肉也可以 也可以 肉炒了以後 蒜頭下去也可以 也OK 也一樣 對 然後韭菜給它放下去 對 只有這麼放下去 那調味呢就看各個 大家喜歡的味道了 誰去調 那有蠔油 放一點 醬油放一點 然後加一點糖 小朋友比較喜歡吃 是 鹹甜甜甜的東西 對 你都是鹹 他就有時候不行 不要死鹹嘛 對 稍微有點甜甜的 你注意看喔 所有好吃的東西 一定都是鹹甜 對 小朋友所有的吃的零食 都是鹹甜 都是鹹甜的 對 吃到你要耍蠢 停不下來 對 一口接一口 真的 所以抓住這個 小朋友就被你滷過了 OK 所以你還是要加一點 高湯下去 讓它在裡面有一點 加一點 對 讓它 因為這個高湯準備 本來是對那個蒜台 對 因為蒜台是很硬 是 蒜台一定要燜 對 要用這個高湯下去燜 是 燜大概十分鐘 蒜台才會軟掉 蒜台軟的好好吃 對 會有一種特殊的香氣 對 特別好吃 可是現在就只有韭菜 韭菜要不要燜呢 不需要 對 它一炒就熟了 OK 好 沒問題 那白飯喔 現在重頭戲來了 來了 怎麼弄 這現在就是要做圖案 弄成雪人 對 做一個雪人 是 那雪人呢 大家看到我準備了兩個碗 是 那大家一定以為這是頭 這是身體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它反過來 頭做大 身體做小 蛤 所以是大頭就對了 因為大頭比較吸引人 可愛 可愛啊 因為飯很黏 所以你在裡面抹一點飯碗 抹一點油 那這個飯下去 就不會被碗黏住 了解 你等一下在扣的時候 也不會黏住就對了 對對對 扣比較好會好扣 好 好 稍微用個器具 把它刮一下 已經快出來了 OK 好的 好 把它稍微整理一下門面 對 雪人有時候也是會融化 這個身體 OK 怎麼覺得 簡哥拿那個感覺很像是 骰棕 有一種 十八啦 下注... 來 下注... 來 下注... 來... 我們現在呢 給他戴一點小紅帽 帽... 小紅帽 我覺得媽媽都可以 發揮你的想像力 然後... 我好難想像 簡哥會拿那個海苔 那個裝飾雪人 這個其實講起來並不難 是 你可以利用這個飯 來幫它做這個黏住 對 你看這樣就把它黏住了 對 黏住以後呢你把它放在這裡 是 好可愛喔 就是一個帽子 所以你的利用海苔 對 然後紅蘿蔔幫它做嘴臉就對了 對... 眼睛呢 就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眼睛就直接剪啊 直接剪啊 我幫你剪... 我覺得日本媽媽就很厲害 每次看到日本媽媽 做那個卡通便當 都覺得你怎麼會有 這麼多美國時間 你的時間是 你不是24小時 他們有很多模具 對 但他們也很有 就早上也很早起來 對啊 真的 其實家裡有小朋友也可以去玩 因為妳剪得還不錯 很棒 她自己玩 她自己就會想要吃 然後嘴巴 對 嘴巴妳喜歡它什麼 我想要別的形狀 妳喜歡什麼樣的形狀 對啊 這個其實很好玩 我喜歡剪紙 超喜歡剪紙的 真的嗎 妳很厲害耶 她剛剛剪這兩個圓 就很厲害 她現在剪鋸齒的嘴巴 鋸齒的嘴巴 沒有 現在其實也有賣 那種鋸齒的剪刀 所以媽媽可以自己剪 看它一次就下去了對不對 那剪下去就是鋸齒的了 不錯吧 我算滿會剪耶 還沒玩 妳要不要幫她剪個腰帶 好啊...腰帶 妳希望什麼樣的腰帶 腰帶我覺得不 還是給她弄個愛心好了 也可以啊 我好喜歡剪紙 因為爸媽小時候都不讓我玩剪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很喜歡剪這種東西 剪東剪西的 其實妳知道那個在心理學上面 如果小朋友拿剪刀剪子 代表她是在紓壓 好可愛喔 紓壓嗎 對 在紓壓 我壓力很大 可不可以拿一些東西 讓我在那邊剪都剪來剪去 那我覺得我女兒沒有壓力 她每次都做勞作 我媽幫我剪一下 真的假的 那還滿好的啊 好 然後呢 所以旁邊呢 用一些生菜 旁邊加一點生菜 對 加一點生菜放在旁邊 而且我那嘴巴真的是絕妙 絕妙嗎 這真的很冷 這個雪人 對啊 真的很冷 好冷喔 放點這個 這個生菜也可以吃 是 所以這都是她的 都是她們的配料 對 然後呢 旁邊就放上炒好的這個肉汁 對 炒好的 這個綠色的呢 剛好就跟這個通通都 對 可以搭在一起 整個顏色就有了 然後呢有肉有青菜 那當然這種青菜呢 這個好香喔 對 這個好香 很香嘛對不對 對 青鹽就像來講 是不是可以搭配 很多種不同的配料 對 什麼什麼 其實都可以 咖哩啦 什麼都可以 對 那就是說以青菜為主 是 而且這種事我們今天最主要是 如果能夠炒青椒更好 你用它來吃青椒 真的 應該很難 很難很難 你還是炒青菜就好 好 OK 這是我們剛剛有準備好的 對 然後呢 我們剛剛現場擺 其實不 兩個雪人好可愛喔 對不對 完成了 而且這個雪人在笑 我剛剛做的這個雪人 是真的滑雪很冷的樣子 很冷 對 好 今天簡哥做的是 肉絲雪人便當 PK的是益君姐的魚片豆腐塔 到底今天誰會勝出呢 趕快來投票囉 今天大年初四 我們拿貢桌上的三身 包括了魚還有肉 做出了兩道料理 我們現在就要來試吃 然後要來投票囉 先吃清爽一點好不好 先吃益君姐的 好 因為魚片 我怕吃了這個味道太重 所以魚片反而沒味道 好 來分分… 分分… 看起來就很厲害 這個喔 而且這個就是 你在家裡煮這個 朋友來家裡的話 多有面子 我看起來超漂亮 其實像客人 對 好奇 簡哥過不及待想吃嘛 老師還寧琴 你看就跟你講 不能講話 好囉 來試吃… 這好漂亮喔 這讓我要學起來 對啊 這個如果請客的話 因為其實它的食材是簡單的 請客的話就感覺蠻厲害的 對不對 這道我要學起來 對啊 這個如果請客的話 因為其實它的食材是簡單的 請客的話就感覺蠻厲害的 對不對 它這樣處理 反而掉魚片的那個土味 就不見了耶 真的喔 果然魚有醃過有差 而且我覺得伊莉莉 你不要再挑剔了 因為我覺得這道如果 會換成一般的嫩豆腐 我覺得反而不會那麼入味 因為它的那個雞蛋豆腐 會香氣對不對 有香香的 對 而且它好入口 如果嫩豆腐的話 我覺得我會煎一下 對 因為嫩豆腐會散掉對不對 對 讓它有那種口感的層次 可是你說要擺板豆腐的話 就不太對 對不對 它豆腐味道有才對 好好吃喔 而且這道 我不知道耶 初四 大家要面臨初五 就要集體開工 所以大家要收收心 吃清淡一點 不要再大魚大了 對 這個很健康耶 所以這個量又低 這個量超低的 對 因為量不多 而且過年做的時候 OK 因為這個菜我覺得要一點點時間 對 要切啊那種 過年大家時間很多 對 而且重點是我不喜歡的那種 紅蘿蔔的有一種 紅蘿蔔味 菜味 也不見了 吃掉了 我超討厭紅蘿蔔 真的嗎 我不喜歡紅蘿蔔 對 再試一個吧 好來啊 好吃好吃 這個料理就是熱量低 對 熱量低 所以很健康 好好吃喔 我覺得這個紅蘿蔔 這樣弄起來好好吃喔 對 很好吃 對 很像 很多可能不喜歡吃紅蘿蔔的小朋友 這樣稍微去蒸一下 應該會接受 好 接下來要品嚐一下 那個簡哥的這道料理 來 來 分一下... 這道菜就比較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殊 沒有...這個很想吃耶 這很下飯喔 對啊 這超下飯的啊 我們是會下飯 我們真的很下飯 開動... 來 試試看 我們還是很下飯 這個不行啦 這個飯會再多吃兩碗啦 我們不是要減肥嗎 我們大年初次不是已經要熟心了嗎 這個味道好夠喔 對啊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應該要先吃暈解料 我覺得這應該要放一點辣椒更好 對 對 放辣椒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它跟肉炒之後 它完全沒有韭菜的那種味道 對 它為什麼韭菜味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如果要吃一點韭菜 我就用這個方法很棒 對 因為它完全沒韭菜 高纖維的 對啊 韭菜適不適合小孩吃啊 韭菜很適合小朋友 對 如果是在蔬菜裡面 心含量最高其實就是韭菜 所以對小朋友的成長發育是很需要 我一直以為韭菜裡面是很難人 韭菜小朋友很難人 人家都說男生很難人 男生要吃韭菜 對 不是你們知道青春期的小朋友 其實除了吃海鮮 魚還有韓心之外 韭菜可以放進來 對 接下來 我們要來投票了 他要投票 這個很難 我跟以理音人來投票 總不會叫你們兩個投吧 好 今天 剪哥跟益君姐的料理都很好吃 我今天滿難下決定 你決定了嗎 我決定了 決定了 好 來 3 2 1 請投票 1 1票 謝謝你們二位 不要造成我們夫妻失和 不是 我們沒有故意的 沒有 我跟你講如果以健康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本身其實吃算滿清淡的 對 如果以健康的角度來看 我絕對投益君姐 因為那太適合我 那是我平常會吃的料理 真的嗎 但是為什麼我今天把票投給剪哥呢 因為初四嘛 還早 我心還沒收 所以我晚上還想喝兩杯 喝一下子 對 所以衝著這個可以下韭菜 我就知道妳就是要投下韭菜 對啊 下韭菜快睡 對 那老師是為了健康 我覺得它這個除了健康之外 因為通常健康的東西 大家會覺得很難吃 可是它食上很入味 對 而且它的那個鯛魚 我覺得它這樣的料理 這樣子這樣子 把鯛魚的那個腥味都去掉 對 對 所以我很喜歡這一道 紅蘿蔔完全是甜的 我覺得這兩道料理 其實都很完美 原因是因為益君姐的料理 把紅蘿蔔的腥味去掉 但剪哥這道料理 是把大家不喜歡你的酒菜 原來真的是宵夜可以用這一道 加一點辣椒下去 拜託各位晚上再多喝兩杯 減肥 明天再 真的很配高粱 沒關係 出四次還有兩天減肥 對 好 最後很難得 那個益君姐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她六月份演唱會 還有新專輯馬上就要出來了 基年跟大家講個吉祥話 過年 好 因為我自己也是屬基的 所以呢 你要安太歲喔 對...安安了 對 屬基年要去安太歲 然後呢 希望 今年有什麼 什麼吉祥話 吉祥如意 吉祥 對 祝大家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然後希望大家來年 想什麼有什麼 要什麼來什麼 棒... 剪哥應該吉祥話難不倒你吧 雞飛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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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雞飛沖天 對啊 好厲害 所以祝大家 希望我們的實業 雞飛沖天 希望我們的銀行存款 雞飛沖天 真的... 然後業績飆高啦 真的 雞飛沖天 當然啦 初四馬上就要面臨初五要開工業 預祝大家在經濟年 大家都可以雞飛沖天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